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曾与许多影像爱好者一样 对手机镜头有两个偏见 一是认为手机拍视频 是无法实现大光圈镜头那种虚化 但今年iPhone 13告诉大家 计算摄影也可以实现相近的效果 只不过刚开始的算力 只能维持1080p 30帧的视频格式 第二个偏见是关于手机的连续变焦 我们知道 相机镜头通过光线镜组实现的连续变焦 在各个焦段上都不会出现明显的画质下降 但手机却只配备了三个定焦镜头 它的变焦是通过数码裁切实现 比如一倍到三倍之间都是主摄裁切 画质一定会受损 在以前的我看来 手机拍照只有三个固定档位可用 其他中间的变焦档位拍出的画质不够看 直到体验了这两台手机 我才发现自己又被打脸 真正让我改变想法的是这两台手机的灵魂 两个融合算法 苹果的深度融合与荣耀的多摄融合 它们的作用都是让你可以更自由地变焦构图 又或者是后期的材质放大 不必总是牵挂着画质 当然 也不要妄想着一蹴而就 融合算法确实有开辟性的改进 但也有很多限制和不足 这期节目 我们就对比一下两台手机的实际表现 首先 磨刀不物砍柴工 我们有必要了解一下两台手机的融合逻辑 iPhone的深度融合是HDR多帧合成的升级版 按下快门的一瞬间 快速地拍摄9张不同曝光的照片 然后在逐个像素上挑选最佳的成像点 把9张照片合为一张照片 最终成像会比单张照片更锐利 深度融合依赖的是计算的速度 而多摄融合则是另一种思路 合作 既然手机有多个定焦镜头 那就让它们协同工作 协作的方式有三种 比如在0.6倍到1倍焦段下 触发的超广角和主摄的融合 由素质更好的主摄来辅佐中心位置的成像 2倍到3.5倍触发的中长焦融合也是同样的道理 此外 还有高像素模式下黑白摄像头和主摄的融合 也可以提升整体画面的光影细节 为了解两种融合算法 我用最笨也最接近用户体验的方式 到处跑到处拍 经过两周的实测 确实有了一些发现 首先 常用手机变焦的场景之一就是拍风景 最早让我有感知的是多摄融合 手机由于是数码裁切 在光学变焦点前后 往往会有一个画质跳跃 iPhone的画质跳跃在三倍的光变前后 荣耀理论上应该是在3.5倍光变前后 但实际上 荣耀的最终成片 并没有明显的画质跳跃 比如这张 iPhone的2.8倍和3倍光变 稍稍放大就能看到中心画质的跳跃 但是我们在对比荣耀 3倍的中心画质已经很接近3.5倍的光变 明显是触发了中长焦融合 跟iPhone对比 中心的优势比较明显 有趣的是 多摄融合很难看出边缘的合成痕迹 我们拍了很多风景建筑 但都没有发现有任何过渡的边缘 这应该就是多摄融合最有挑战的地方 既要利用好长焦提供的画面 但也不能过分利用 否则融合的太明显 一眼就能看出是假的 因此 荣耀多摄融合的照片 很多情况下不放大 你是看不出其中的端倪 但我们在阳光天 用2.5倍到3倍拍的时候 没放大的情况下 也感受到了画质差异 比如这张 没放大前 就已经感受到荣耀的中心 比iPhone更锐 再放大 画质差异会更明显 可以确定 光线越好 荣耀的多摄融合触发的效果也越明显 我一开始以为 深度融合就这样背下阵了 但通过第三方软件发现 iPhone根本没有触发深度融合 根据定义 深度融合属于中暗光才触发的算法 那说明在光线充足的情况下 苹果会尽可能让主射发挥其光学素质 不过别着急 超广角风景就是深度融合了 虽说苹果对外宣称 深度融合是在中暗光才触发 但我实际使用发现 iPhone的超广角和长焦 已经不符合这个定义了 它们触发深度融合的几率非常高 哪怕是在明亮的事外 说白了 苹果对于硬件素质好的镜头 就让它发挥光学的解析力 而对于底比较小 硬件素质也差一些的辐射 就让算法来辅佐 那么 深度融合的效果如何呢 比如iPhone的这张 0.9倍和1倍的对比 虽然是底更小的传感器 光学素质更差的镜头 但第一眼很难分辨 哪个是1倍主摄拍的 放大了中心以后 倒是能看到细节的差异 尤其是树叶这种高频信息 所以 苹果的深度融合 虽然有9张人时素财 但因为都是来自同一个镜头 所以容易碰到画质的天花板 那iPhone和荣耀超广角对比又如何呢 来看这张 iPhone的细节不算少 但荣耀中心区域由于有长焦的融合 细节会更多 但整体来说 iPhone的颜色更好看 蓝色更蓝 荣耀在切换到超广角的时候 白平衡会突然偏黄 说实话 相比于细节呢 色彩反倒成了影响观感更大的因素 实际上 景物的色彩是介于两者之间 但绝对没有荣耀拍出的这么黄 所以iPhone更接近肉眼所见 对比了多组照片 我发现多摄融合对于超广角的提升 远没有长焦端的明显 同样呢 是光线条件越好 提升越大 但前提是要放到足够大 才能看到差异 但是大部分光照条件一般的时候呢 iPhone的细节也是能和荣耀掰手腕的 最开始用荣耀超广角的时候 我甚至怀疑 有没有触发多摄融合 于是 在拍摄超广角的时候 我遮住了主摄 这样一对比 你能看到确实是触发了 荣耀如果仅靠超广角 细节明显不足 所以说 多摄融合在超广角角的 更多的作用是克服 超广角镜头先天的画质缺陷 并不像中长焦一样是锦上添花 荣耀的超广角是罕见的11毫米 这个广度有多广呢 把手机放在胸前 不仅能拍到自己的肚子 还能让自己有种腿长两米的错觉 拍摄有纵深感的建筑 冲击感也会更强 基于荣耀在高像素模式 黑白与主摄的融合呢 细节的变化不大 哪怕我遮住了那颗黑白摄像头 也没有看出明显的画质差异 只是对比度有些许变化 跟iPhone主摄相比 细节没有拉开差距 依然是色彩成为了主要影响因素 画面中 iPhone拍出了蓝色更多 画面开上去更纯净 拍了很多风景照之后 我逐渐意识到一点 算法再强 也要受镜头光学素质的限制 手机镜头小小一颗 解析力十分有限 以前手机厂商应对解析力不足 是通过锐化加降噪 画面整体的解析力有了 但放大以后 细节涂抹感严重 所以手机镜头一直以来 都不太适合拍很小的细节 即便现在有融合算法 也只能说让锐化的痕迹减轻 看上去稍自然 所以 如果我们让手机拍摄 近距离纹理明显的物体 融合算法带来的提升 是不是会更明显呢 首先是正常手持的距离 这张枯叶 荣耀拍出的细节更多 而且树叶黄色看起来更浓郁 这是因为荣耀保留了更多的阴影 iPhone则把阴影都提亮 导致画面看起来更亮 但黄色被提亮后 色相也有点偏了 再看这个蓝白色的毛衣 iPhone同样以提亮暗部的方式 蓝色在提亮以后更明快 配合着深度融合的细节 第一眼看上去很讨喜 荣耀的看上去则有点素了 基于细节 毛衣显然非常对深度融合的胃口 跟荣耀对比感觉旗鼓相当 至于拍摄皮革以及茶杯 这种纹理较小的物体 放大到极致 也是能看到荣耀记录的细节 颗粒度更小 但整体画面的观感 两者没有明显区别 另外 今年手机影像一大卖点 是微距影 iPhone可以拍得非常近 趣味性很强 但由于是超广角裁切 太近的时候 光线会被机身挡住 噪点有些明显 荣耀虽然距离没那么近 但由于是硬件素质最高的主摄裁切所得 画质会稍好 一句话总结微距功能 iPhone更好玩 荣耀成片可用率更高 通过前面的对比 相信大家可以感受到 在拍摄风景和物体方面 深度融合加持的iPhone 和多摄融合的荣耀 可以打得有来有回 但是有一个场景 确实让我感受到多摄融合 有不可替代的优势 那就是拍摄文字信息 当我用中长焦拍摄远处的文字时 荣耀中心画质经过长焦画面的融合 文字的笔画会非常的清晰 iPhone在一倍到三倍之间 依旧没有触发深度融合 可以代表手机数码变焦的 普遍效果作为参考 还有一种情况是用超广角记录文字信息 这组对比 iPhone触发了深度融合 整体表现不错 白色大字都清晰地记录下来 但是放大后 你能看到红色的小字有区别 多摄融合依然可以清晰地记录 能看清具体的字母 就像我们前面说的 融合算法的天花板 依旧是镜头的光学素质 但是荣耀方案的天花板 更高了一点 尤其是中长焦 多亏了荣耀 有一颗素质很不错的3.5倍长焦 在没有体验这两台手机前 我曾幻想着手机可以塞进更多镜片 实现像机一样的光学变焦 但现在我认为那很可能不会发生 就像一百年前 人们造飞机的时候 想模仿鸟的翅膀 直到流体力学出现后 才发现大可不必那样 其实 十年前就已经有人 按照相机的逻辑 造出了光学变焦的手机 但它 最终演没在了历史的长河里 所以 我们有理由相信 算法和光学才是手机变焦的未来 2021年 我们已经看到了它的部分潜能 但是别着急 让算法和光学再融合一会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